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Beyond的故事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每个世代都需要音乐 Leslie为你播送好音乐 听出以由 好评如潮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Leslie 每一年的6月10日 我们都一起去3 2 1 我们不如一起去唱生日歌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家居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啊家居 每一年的6月10日 我们都会想念你 我们都很想念你 你好吗 60岁了 但在我们心目中 你永远都是我们大哥哥 都是永远这么年轻 我们这一集 专专为你而设的 我们选择了一些歌 跟你一起去合唱吧 好吗 我选择了以下的几首歌 希望你都适合听 以下来这首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香港 是战胜心魔才能多人听 但同一张碟 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们反而喜欢这首歌 很轻快 很轻马 送给家居 送给大家 文武英杰宣言 沉溺世间梦中天时庆慕 谁有了解小生挖气高 轮到竞争威武重视我 若你趴黑今晚实要我 伟大建签我作不到 总有运气的若果心 若你找不到好归宋 结盘与我也算不错 美貌与智慧我拥有 恐怕你一生找不到 就算你计较也通过 结盘与我也算不错 世界上我四个最出众 不怕四处冷雨饥缝 遇见你四个也可爱 确是与我们救福气 世上我发觉最登对 冲破四处险左束缚 若你有办法算一算 确是与我们救福气 沉默世间梦中天是庆慕 谁有了解小生挂气高 轮到竞争威武总是我 若你怕黑今晚实要我 伟大坚持我作不到 总有运气的日火心 若你找不到好归宋 结盘与我也算不错 美貌与智慧我拥有 恐怕你一生找不到 就算你计较也通过 结盘与我也算不错 世上我四个最出众 不怕四处冷雨饥风 如见你四个也可爱 确是与我们救福气 世上我八个最登对 冲破四处险左束缚 若你有办法算一算 确是与我们救福气 家驱我是来自香港的乐迷Mickey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在我觉得我得到 我发现 最后爱你 爱你 喜欢我们这首歌吗 我发现 Beyond四指合唱很有默契 也有着 很合拍 接下來這首歌令我想起一段跟LMF老占卿的往事 即是家驅和他一起的往事發生過的真人真事 話說有次家驅 微伏出巡 去到香港某一個琴行 那時老卿卿還未正式入行 還在做首課員 他覺得很惡然 咦 這個不是是Beyond的家驅 但是微伏出巡 很平民很親民的 聽回陸卿卿上次的訪問 那家驅是來買結他試結他 他覺得奇怪 咦 為什麼你住在九龍 蘇屋邨 你怎麼來香港呢 你應該去那些 譬如尖沙州的更加大型的音樂店買結他 但是世事就是這麼奇妙 世事如其 就是這樣就認識到家驅成為好友 選擇結他 選中了一隻 但是家驅就覺得 猶豫 不知道大家買東西的時候有沒有猶豫過 我都試過猶豫 但是當你猶豫完之後 下次再去買 買不回來 被人買了 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 家驅也試過 他試好結他之後 我有沒有記錯是十二線 他就想一下 吃一會再想熱彈話 但是已經被一個外國人買了 但是家驅想著 不是啊 這首歌是想著彈那首的 又是說猶豫那首 他就千方百計 拿到國外國人的電話 高價向他買回這支結他 但是這件事令我想起什麼呢 令我有什麼啟發呢 就是第一 家驅真的對他的音樂事業很著緊 他有一首歌 他可以專門買個結他 想彈一些很適合感覺的感覺 給樂迷聽 第二就是很認真 他處小認真 他覺得那件事是對的 甚至乎他會高價去買回那件事 不要忘記 他們的歌集是一開四 每一次別人的歌星 可能收一份歌集 他們是一開四的 一份歌集四兄弟去分 講了這麼久 我們一起去聽 那時候 老占平很有福氣 因為那時候 家驅試結他的時候 就是彈了這首歌的 演奏的傳奏給他聽 我們一起去聽吧 現在 不再猶疑 之後 一定拍攝的 kuin不見 光臨 他 他 喊 他 他 跟我們一起去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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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